崔永元果然是手机原型,与神秘女亲密罩被曝光,不是老婆女儿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 World。 崔永元果然是手机原型,与神秘女亲密罩被曝光,不是老婆女儿。 说到崔永元,不知道大家对她的印象如何?我最初对她的印象还要来源于有一年春晚的小品。 小崔说是,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有这样一档访谈节目,而且小崔采访的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,可以说是一档很有深度的节目。 崔永元作为仰式的名罪之一,却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,因为她这个人身上有太多争议了。 相信很多以前对她不认识的朋友都是通过最近的一件事认识了她,那自然就是闹得娱乐圈人尽皆知的范冰冰逃税事件。 这件事本来只是因为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引起的,在多年前手机的编剧为了剧中的一个主持人角色而向小崔取经,小崔自然是乐于分享。 不过在真正拍摄的时候,这个角色却有了出轨的情节,很多观众都以为这个人是崔永元的原型,这件事对她和她的家人影响都很大。 而时隔多年,当年的剧组竟又要拍摄第二部,这自然是惹怒了崔永元。 在干涉无果之后,她一怒之下将很多娱乐圈中的黑料爆了出来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范冰冰的阴阳合同。 崔永元爆料出这样的事情,自然是要遭受重重困难和压力的,她还坦言自己受到了死亡威胁,不过她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,最后这件事以范冰冰陪了八一而渐渐平息。 而领崔永元有争议的还有另一件事,那就是她多年来对转基因食品的坚决反对。 她在各种场合都曾说过自己对转基因食物的抵制,虽然我们也无从判断转基因食品是好是坏,不过她这个公众人物公开攻击,自然是动了不少人的奶酪。 所以她也曾因为这件事而受到过不少威胁和白言。 其实我们无法评判崔永元这个人到底如何,不过至少她敢于站出来说真话,在这个时代敢站出来震臂高呼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,有反对的人自然也有支持的人,至少她不是一个人。 近日有媒体派到崔永元现身机场,不过平时都是独身一人的她,这一次身边却多了一个女性,而且她们两人还挽着手,看上去十分亲密。 当她们发现有记者以后,急忙上前制止,并让记者当场把照片删掉,不知道这位神秘女子是何许人也能够让崔永元这么紧张。 当记者把这位女子的样貌和崔永元的妻子和女儿对比后发现,她和她们二人都毫不相似,这个女子到底是谁这个谜底,看来只有崔永元自己能解开了吧。 崔永元黑料被曝永元黑料被曝光后,想想范冰冰和崔永元之前的互私,难道是范冰冰反击崔永元了? 岩目 伲众 谢谢大家